男人的身体被挂在悬崖上 可就在这时 他的手意外松动 接着开始不停往下掉 下一秒摔到岩石上 并瞬间陷入昏迷 这时一只巨大的突就出现 瞅着眼前的男人 一口咬住他的嘴唇 而强哥瞬间惊醒 直接把对方送去西北 随后挪动受伤的腿 小心翼翼地往下爬 可这时手指意外松动 险些就掉了下去 而周围一眼望去全是平面 突然天上却开始下起了大雨 见到雨水瞬间凝聚成河流 强哥产生了大胆的想法 他紧紧抓住岩壁 瞅着长了差不多的高度 内心直呼9626 下一秒将手松开 身体立刻静直地往下掉 过了漫长的一晚 醒来的强哥发现断了一条腿 于是抓起一条冬虫下草补充营养 并艰难地爬到一处土坑 一个劲地往嘴里灌水 可两只大灰狼直接盯上他 并呼唤同伴一下围住猎物 随后一口咬住胳膊腿 而强哥立马掏出小刀 把身后的老六击倒 接着不停朝着树上爬 还好他们的智商被身高压制 见到狼群已经离去 强哥来到受伤的小狼旁边 想拿起武器把他弄死 可冲丑着对方奄奄一息 于是来到大灰狼旁边 想看看他的伤口 二小狼仔依旧保持着敌意 强哥二话不说 拿起鞋带 并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一下把他的嘴巴套上 接着将大灰狼抱在怀里 用湖水给他清理伤口 但背后突然出现他的同伴 于是强哥拖着残废的腿 将小狼仔送到附近的山洞里 随后开始四处采集山药 帮他解决伤口的问题 可大灰狼却趁强哥不注意 偷偷给自己松绑